放射治疗可能适用于您的结肠直肠癌或肛门癌 使用最新的技术如Electra协同系统解释放多共重型多风型式的放射治疗 可以针对您的癌症做治疗 将对临近的健康组织造成的伤害解到最小 治疗大于1公分的肛门癌时 有时可以单独使用放射线治疗,不使用手术 放射线治疗通常会与化疗结合 对于大型的低节肿瘤通常会合并使用放射线治疗与化疗 对于大型低直肠癌手术前可能使用放疗帮助缩小肿瘤 短期放疗是将25剂量在5天内分5次照射 或者如果肿瘤非常大也可以做长期治疗 将50个剂量在5星期中分5次照射同时并结合化疗 单独放射线治疗或是放射线治疗合并手术 可用于治疗晚期癌症或转移癌症 或是用于缩小肿瘤或是降低肿瘤期数 使其有可能靠手术切除 您的节肢肠外科医生和放射肿瘤专科医生将与您讨论这些选择 并在多学科小组会议上讨论您的病例 以确保提供您最佳的治疗方式 您的病例